大家好,很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 回国已经将近两周了,我是落地北京 落地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本来应该回北京的家里 但却直奔了就在北京边上的河北的一个小城市 其中的原因,取折是非,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电视剧都挺好 开头的那一幕,比它还要精彩 随后直奔浙江,在上海江浙户这一带,奔波劳碌了将近两周 今天才坐下了喘了口气,有功夫和大家录个视频 这是我昨天在上海虹桥站拍的,因为这两天太劳累了 结果到了南站以后,行李还挺多,去上了趟厕所 出来就把小包落在厕所里边 里边有我的护照,有现金,有外币,也有人民币 还有我刚买的新的手机,iPhone 如果稀里糊涂的,就出来就忘了拿了 大概过了十分钟,我突然想起来,这包找不见了 下了我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直奔洗手间 还好,这个包就在原地,真的是谢天谢地 不敢想象,如果发生在多伦多,这个包早就无影无踪了 坐得和谐后,又干净又舒服 我们这趟列车呢,挺有意思,是从上海到南京南站的 先是向南开,开到杭州 大部分的乘客呢,在杭州就下车了 列车呢,也在这个地方呢,突然改变方向 本来是向南开,现在呢,掉头北上 高铁座位的方向也因此呢,需要做出调整 所以对于我这个在加拿大从来没有坐过高铁的人呢 这一切都非常的新鲜和陌生 目前还要在江苏再待几天 这个地方呢,非常有特色 它位于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的地方 这里衣山傍水、群山环抱 有著名的天幕湖 离这里坐车15分钟呢 就是南山主海、奥斯卡获奖影片 藏龙卧虎的取景地 在这里收拾一下疲惫的心情 准备呢,再次坐高铁返京 然后呢,就准备回多伦多了 这次回国呢,舟车劳盾,行色匆匆 有一件事情呢,印象非常深 那用三个字来总结呢 就是严重的信息差 回国以后呢,因为我旧的手机 华为在多伦多已经摔坏了 已经要求提示我换主板了 所以我在这里呢,准备买一个新的手机 一开始呢,想考虑华为或者是荣耀 但是因为和谷歌呢,不匹配 所以呢,没法用 虽然找了朋友说可以想办法替我 安装一些程序或者软件 能够在国外用谷歌 但是呢,太麻烦了 也不一定能够成功 所以最后考虑再三呢 还是买了一台iPhone 这个呢,不是最新的型号 这是iPhone 13 那么我在京东上的价格呢 是4000人民币 那么我看一下 在多伦多同样的型号的 这个iPhone呢,要6000块钱 也就是说在国内买便宜了2000块钱 可是我在抖音上刷到过好几个视频 都在吹嘘美版的iPhone 说美版的iPhone呢,是比国内又便宜又好 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另外呢,和亲戚朋友和熟人交谈呢 我仍然感到呢,大家还是对西方呢 有一些盲目的崇拜 有好几个亲戚呢,都在吃降压药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一提起自己吃的药 说是国外进口的 好像他们就觉得疗效肯定要比国内的好 那么在国外有医保的情况下呢 医保首先考虑的是比较便宜的仿制药 而不是这个brand name 另外一个让我啼笑皆非的事情呢 就是我在上海的唐嫂 她问我是不是新西兰人都特别喜欢吃保健品 给我弄了一头雾水 后来我脑袋一拍突然想起来 原因就是有几个新西兰的 在新西兰的网红博主啊 他们呢,宣传的力度呢,比较大一点 那么抖音的播放量流量呢,也非常大 结果造成的直接结果呢 就是我唐嫂以为呢 新西兰人呢,都喜欢吃保健品 实际上不管哪个国家 加拿大,美国也好 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好 他们的保健品呢,都是差不多质量的啊 他们老外呢,也并不一定说 特别喜欢吃保健品 只是呢,这个直播带货 他这个影响力呢,实在是太大了 听众带货